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为何会心长远谈 为何会阴雨漫 为何心影绝孤单 甚至于多称怀 耶稣是我的良悠 万福似我享受 他既看故乡我却 甚至我比梦卷有 他既看故乡和雪 甚至我比梦卷有 我尝语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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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比梦眷有 我听就主温柔伤 祝君心有情 安息主怀多天际 毫无一句战径 有这阴阴在前头 步步跟随地走 他既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比梦眷有 他既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比梦眷有 我尝语我的自由 我尝语我的自由 我尝语我的无忧 我叫主力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比梦眷有 我尝语我的自由 我尝语我的自由 我尝语我的无忧 我叫主力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比梦眷有 永姊妹早安 小麻雀 我们今天一起来到 上帝的面前 欢欢喜喜 上帝啊 你是我们的神 有你真好 不管我们在什么境遇 或遭遇什么 主我知道 你掌管我们一切 今天早晨 我们来亲近你 我们来读你的话 我们寻求你的面 主啊 我们也敬拜祢 歌颂祢 祂是我们的神 主啊 亲近祢 这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喜乐 赞领我们今天转眼望祢 祝福我们下面这段的时间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主啊 我们需要祢 谢谢祢 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在 以西节十四章一到十一节 以西节是归类在大先知书里面 以西节也的确 他的先知的预言 非常的恢弘博大 而且充满了异象 甚至远到末世的异象 所以读以西节是非常意思 当然以西节的信息也充满了力量 看到上帝对整个以色列主 对整个上帝国土的计划 今天我们要看以西节对以色列人 有几句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话语 现在十四章第一节 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 这个故事发生在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显然这些人长老 无论如何他们代表着一种身份 代表着一种被肯定的位分 或是他们不管是哪一个领域 能够当到长老或组长 就是为地位崇高被人尊敬 各方面应该都是为表率的 或是也就是一个地方的领袖 他们就是民间的长老 就是家族的领袖或是民间的领袖 意见领袖 应该是老练 应该成熟 或是各方面的应该是这样 那这几个长老来 应该是代表着 代表着他们有一群人 委托长老来见先知 来求问先知 哎呀 上帝对我们以后有什么指引 他们如今他们这些人 都已经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了 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来问 问先知 那这些人不是好事吗 这些人来到先知的面前来寻求神 看上帝对他们有什么指引 应该是很美很好的事 可是第二节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 说人子啊 这些人已经将他们的假神借到心里 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 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 哇 这些长老来问先知 那应该是问关乎 他们在被掳之地还要多久 或者是耶路撒冷未来的命运如何 他们期待 好像期待先知 给他们一个指引 或者是上帝对他们有什么指引 他们该怎么做 应该这样的求问是非常美好的 事实上神也 也在整本圣经都鼓励 我们要祷告要寻求神嘛 对不对 不是一直跟我们讲说 寻找的就必寻见 扣门的就必给我们开门 神只担心我们一个 就是不来求问 上帝说你来求问 我一定会告诉你 寻找就必寻见 那现在是有了这几个长老来问了吗 神不是应该很高兴吗 但是这里神却说什么 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 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 哇 第一个上帝说 我不背给你们 我不要给你们问 哇 这个是很特别的 然后呢 不但不给你问 第七节还更严重 更严重说 因为以色列家的人 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 凡恩与我隔绝 将假神教心里 把陷于罪半假半见证 就又救了先知来 为自己求问我的 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 第八节说 我必向那人变脸 我必向那人变脸 那么这里说到 你不问还好 你问了第一个 我不给你问 第二个你来问了 我要跟你变脸 哇 怎么会这样呢 你就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心 上帝有一种非常厌恶的 一种的情形 一种状况 一种态度 就是在这里 在第三节说 人子啊 这些人已经将假神 接到心里 把陷于罪的绊脚石 放在面前 看到没有 这些人来求问 其实神说 你们心里面 根本就是敬拜假神 你们心里面有的是 另外的神 不是 还要再假装一下 作假一下 敬拜耶和华来求问 不 其实你们心里另有神 所以第一个 他们就是一个 一个假装 心里其实根本不是这一回事 来求问耶和华 只是做个样子 其实他们另有上 另有他们的神 另有偶像 然后呢 其实呢 另外一种假冒就是 一种假冒就是 其实他们心中的 敬拜的神是另一位 外面还假装 是要求问耶和华 另外一种假装就是 其实他们已经有了决定 心里的决定 来假装 要来求问神 甚至是要上帝来什么 上帝来 为他们所要做的 来背书 要上帝来 他们已经就有了决定 上帝你就要照我的决定 其实我已经 做决定了 圣经里面 他们有好多这样的问题 所以神很讨厌这样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 让我们真实的到神的面前 不用假装 你生气就跟神讲生气 你软弱就软弱 犯罪就犯罪 你 你难过就讲难过 甚至 你埋怨上帝就埋怨上帝 大卫 大卫整个诗篇里面 有多少人向上帝抗议的呢 哈巴古先知说 我要站在望楼上 看上帝 你有什么话跟我讲 你有什么回应我 上帝他说 我不能接受 我不认同 等等这些 连先知都这样 还有呢约拿呢 看到吗 约拿他逃跑 上帝用大鱼把他抓回来 然后呢 约拿一路向神发脾气 他说我死了比活得还好 可是上帝有 上帝有讨厌约拿吗 没有 上帝有对哈巴古说 你这是什么态度 没有 可是神在这里却 对这些虚假的长老们 这么严厉说 我起步 我要丝毫给你 我要不但不但 我要跟你们变脸 你知道一个人假装 里面的态度是邪恶 这些人 这些先知 我刚才讲那些人 跟神生气 但是他们是真实的 他们是面对神 他们是像 而且他们的对象是神 只是他们过不去 神啊为什么异的坏 好人这么悲惨 那个坏人 就觉得吃得不准 上帝不公平 为什么 他是对象神 而这些长老 对象不但不是神 内心还假装是耶和华 其实内心是 另外一位神 他们其实心中已经有决定了 还要假装 来说 要让耶和华 你有什么指示 有什么话 你要说 所以丢止 跟神的关系要真实 让我们来说 你越真实 神越有机会 在你生命里面来工作 你假装 你硬心 你悲逆 神在我们身上是没有作为 没有工作的 所以神不怕人发脾气 甚至神不怕人犯错 但是一个遮掩 硬心 不愿意面对自己的 或者隐藏的 否认的 所以是没救的 所以耶稣为什么说 他来遭罪人 不是遭义人 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有病的人 上帝说 这种人没得医啊 只有一个承认自己有需要 自己有病 自己有罪的人 上帝承认救 好了 那么 当然第一个 今天是这个 那下面 整章接着下去讲到什么呢 其实以色列人面对的 就是一个假神的问题 神刚才责备这些长老说 你们把假神接到心里 所以整个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问题 基督徒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偶像假神 当然这个 十届的第一届就告诉我们 这我独一敬拜的是耶和华 不能不在 以色列人或我们记得 不能没有偶像 不能有偶像 是的 所以偶像成为以色列人 跟神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 整个以色列的后来的问题 就是进到迦南以后 他们就不断的拜偶像 这个越来越多的偶像 巴黎 这个亚斯塔路 各种的拜月 拜太阳神 拜什么神 从外方引进各样的偶像 偶像成为神非常的厌恶 所以被神弃绝 最主要是他们是偶像 那偶像 所以耶利米说 以色列人啊 你偶像的数目比成的数目还多 所以他们被神弃绝 所以这个偶像 这里神也责备这些长老 他们把偶像 心里有偶像 那问题来了 我们先说 那我们对我们基督徒 今天读这一段有什么 你说我们没有拜偶像啊 我们没有拜偶像啊 是 但是其实偶像的定义在这里有几样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偶像 圣经里面所说的假神偶像 那第一个就是这里说到 他们将假神接到心里 刚才读在第三节说 人子啊 这些人已经将他们假神接在心里 第五节呢 他说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 所以这个假神是心的问题 那第七节也说到 因为以色列家或以色列纪外面 他们将假神接到心里 所以假神是在哪里 这里说到是在哪里 心里 可见这里所说的神知道 一个人的心里 可能外面没有有形的偶像 没有有形的假神 但是心里里面 却是许多的假神 而且这些假神 甚至在捉住了他们 换句话说 假神不一定是看得见的偶像 而是所有会捉住我们的心 会霸占我们的心 会占据我们心的人事物 就是这里说的神说的假神 我再讲一遍 偶像不一定是外面可见的 而是所有会霸占我们 会捉住我们的心的 会占据我们心的人事物 就是这里上帝所说的假神 看见了 这就是以色列最大的问题 是这些长老 因为是以色列人的背景 所以他们不会有外面的偶像的 但是他们心里其实 另有所属 另有所爱 另有所败 另有所追求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所以基督徒姊妹这才是一个大的问题 今天基督徒是我们不会 大部分是基督徒 信了耶稣不会再有外面到庙里面 少数 但是基本是不会 今天我们没有 但是问题出在 上帝说不是偶像不是外面 人最大的问题的偶像是心里的偶像 那些会霸占我们心 会捉住我们的心 会让我们占据我们的心的 那些才是大问题 我们心中 弟兄姊妹 有没有什么 在我们心中 地位超过神的人事物呢 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心里面 他的地位 他的优先次序 超过我们神的 所谓神就是第一嘛 如果有超过神的 那他才是神了 那才是你的神 他才是你敬拜的 你拜的是那一个 不是 你说神 所谓神就是第一嘛 那什么是你心中的第一呢 会不会有人的工作超过了神 你的儿女的优先次序 已经超过了神 是不是 会不会你的房子 超过你的神 你花太多心在你的房子上面 买一个房子可住是好的 可是有人投资投注在房子上的摆饰啦 神修啦或是那些 花了太多的时间 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啊 因为美国人都有院子嘛 你知道吗 多少 很多基督徒 周末 干嘛大部分的时间就在 在什么 在做他的院子 在一个院子要捡草啊 种树啊 花好多的时间 种花又弄得花花草草 花了 可是到教会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赶快跑 其他时间 就是弄家里 弄房子 那这些这些 求主自己怜悯啊 什么在我们心中 已经接到我们心里面 就是偶像 第二个呢 在第五节 什么是偶像 什么是假神 第五节 第五节说啊 好在 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 与我生疏 借着假神与我什么 生疏 第七节也说到 第七节也说到 与我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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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假神另外一个意涵 在我们里面取代上帝 会让我们跟神生疏的 会让我们跟神隔绝的 会妨害我们跟神 关系亲密的 人事物 都是假神 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知道的 那个东西 已经在你身边里面 使你成为神的拦阻 或许你某种休息 休闲嗜好 或许你对儿女的 那个儿女已经霸占了你的心了 神在你里面越来越少 使你跟神越来越遥远 你每一天早上起来 你花几乎没有时间给神 但是你大部分的时间就在那里 做那些东西 有些人 有些人你的时间用在太多 在网络上面 或者是运动 神也线上游戏电玩 等等这些 有一次我们那个明达 他在一个 他好坚决的 在上帝大感动里面 光照里面 终于把他一个最舍不得的 手机的一个 他最喜欢的一个游戏 删掉 明达是传道的 要删这个手机 需要上帝大大的感动 在那种聚会里面 痛哭溜溜 或者是被神公照里面 好舍不得的 你就知道 这个游戏 虽然当然不是什么罪 但是这个东西 成了跟神明达 觉得他是跟神之间拦阻 而且要删掉有多难 你就知道吗 这个已经多少 多么霸障的心了 其实牧师也是一样 早年那是更得开出来 有点我决定跟神说 主啊 我就跟你理 我这段不再看报纸 你说报纸就有什么问题 每一个都不一样 对牧师那一段时间 就是每天早上 报纸就是我很享受的 一段的时间 所以我不是不灵修 我是传道人 我还是很规矩 可是我知道 我连灵修都在想的是 赶快灵修 灵修完了就可以怎么样 看报纸 因为不灵修看报纸 我会内疚 所以我呢 是一边灵修 其实是想的 赶快灵修完了 完了 灵修完了 我可以开始看报纸 其实我心想的是报纸 所以有时候 那个灵修的品质越来越差 你自己知道的 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 我就跟神说 上帝我不再看报纸 不再看报纸 因为他会使我跟神疏远 会跟神疏远 所以提醒弟兄姊妹 不要一早起来 第一个就看手机 很多人有这个习惯 我知道 除非你工作上有这个必要 但是你为什么一早起来 就要看手机 甚至灵修读经 手机也放在旁边 手机叮咚 然后就看一下 叮咚看一下 甚至神在崇拜的时候 都还在看手机 这些都是假神 都是神在这里责备的偶像 今天有没有什么东西 在你里面已经使你跟神神疏了 甚至使你跟神隔绝了 你让你越来越失去爱神的心 爱神的心渐渐冷淡了 冷淡了 有些东西不是坏事 也不是罪恶 可是会那些东西 使你代替了你的上帝 好 第一个 那个是偶像的在心里 第二个会使你跟神神疏述隔绝的 第三个什么是偶像呢 假神呢 那里讲到的第三 第四 第七节 我们看一下第七节 因为以色列加班 或以色列的句话 以凡与我哥 将假神借到他心里面 下面说什么 把陷与罪的绊脚石放在那边 其实这句话已经重复了 三节 四节 七节都有提到 陷与罪的绊脚石 陷与罪 所以什么东西 假神就是会让你陷与罪 会把你引到罪里面的 或许刚开始不但是会把你引到罪 在圣经里面看到太多的 一个最容易的就是金钱 追求这个贤财的迷惑 贤财迷惑 这个基哈西 这个先知的门徒 就是为了贪财 结果满身的大麻疯 他本来是先知的继承 是大徒弟 他将来要接受先知的位奔 他也看到最多先知的能力等等 他最认识属灵的是 他跟生日他很贴近先知 可是就因为贪财 结果他变成了大麻疯 那大魏都知道 因着犯了淫乱的罪 夺人的欺 杀人等等这些 我们要非常小心 所以上帝责备这些 什么叫假神 第一个是在心里面的 基督徒最多的在对佛生物行 第一个会让我们跟神圣述圆明 第三个会让我们现在 当中我们今天有没有人 只有三个这种的偶像假神 在我们的里面 今天第六节上帝如此说 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回头吧 离开你们的偶像 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证的事 那些上帝说那些是可证的事 可证的事 不要让我们心里面 那个是当可证的事在里面 不要让我们最后 这些本来是可证的事 可是你把可证的事放到我们心里 有一天我们这个人 会变成可证的人 可证的是上帝厌恶 上帝原来对假神厌恶 对那些是厌恶的 结果因为我们放在 变成我们这个人是被神 被可证的人 被神厌恶的人 那是太大 太可怕了 不要让我们信了耶稣 结果我们这个人 变成可证的人 被神厌恶的人 所以上帝说回头吧 回头吧 转脸 不要再做那些事 回到神的面前 上帝十一节 这是这段的结论 十一节说 不要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 只要做我的子民 我做他们的神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 今天这成为我们的结论 只做我们神的子民 然后祂要做我们的神 然后我们今天回头 从假神 假神就是使我们 跟神隔绝 跟我们分开 今天回头吧 我们要做神的子民 弟兄姊妹 今天活在神的恩典 活在神的眷顾 我们是祂的子民 祂是我们的神 假神不能成我们的神 偶像不能代替神 不能在我们的心中 有另有别的神 上帝是我们独一的真神 独一的神 愿上帝恩待我们 主啊 求祢怜悯 今天我们在这里祷告 独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整个的败坏 整个的破败 就是因为他们用别的神 代替耶和华 别神代替耶和华 他们的愁苦就开始增加 败坏就开始增加 灭亡就逐渐的领导 今天读这一段 给我们很大的惊喜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正在面对这些 那些东西偶像 一点一丁的霸占了我们的心 使我们越来越远离神 今天上帝帮助我们 光着我们 让我们回头 离开我们那些可证的事 让单单的 你要 我们要做祢的子民 祢要做我们的神 祷告 供靠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